鸡蛋早午晚三餐都會見到它 鸡蛋營養豐富,人人都知 但最新的研究還可以防中風? 外國流行病研究所 最近檢視了1982年至2015年近60萬份個案 關於鸡蛋攝取和中風關心病關係的研究 結果發現每日吃一隻雞蛋 並不會增加患關心病的風險 還可以將中風的風險減低12% 有人問每日吃雞蛋會否膽固醇超標? 營養師Thomas Lee說 美國衛生福利部2015年已發表報告 取消了每人每日攝取膽固醇的上限 因為研究發現七成的膽固醇是身體自行生成 和飲食關係不大 又有人只吃蛋白不吃蛋黃 其實蛋白中大部份的營養就是蛋白質 但蛋黃的營養就更豐富了 有卵磷脂、維他命A、維他命D、維他命E 還有磷脂、鈣質、甲質等等 所以吃雞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黃 吸收的營養少得多 要留意啦! 小菜 3 4 4 7 7 感谢观看